哈喽大伙九哥 这局也是开着泼泼车 想找一个四人车 接上我们剩余的队友 看到了一个摩托车路过 对方是不能扫尸的 那我们就直接下车 打一个新手 他这边只能是被迫的逃跑 在这上场的过程中 被我们打中了四枪左右 果断进行追击 左边击杀进息 有一个人摔倒了 如果我们没有猜错 那肯定就是发生车祸现场了 果然他在服队友 直接把他给碾掉 很可惜 这个倒地的人头是没有拿到 回到这边烂尾楼 有一个皮卡车路过 这么近的距离 基本上他就告别这具游戏了 爆车击杀 另外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个跑车 他这边还有点贪心 想去摸一手空头 这边的话再去瞄一下 不过对方是躲起来 没有打到 那我们就直接开车去追他 他也是开上了跑车 在平地上可能会追不上他 但是他如果是往山地里面开 这个山地泵泵车 绝对是有优势的 已经把他给扫成了冒烟的状态了 但是他还没有放弃 仍然在不停地跑 我们再换好弹牙 直接一波扫尸 又一个爆车击杀 其实他应该走一些比较平常的路 然后按上加速 可能我们这个蹦蹦车 就把他给甩远了 我们看马路上有一个车身标记 这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来 对我也是比较给力 车开得非常稳 我们就再次把他给扫成了冒烟的状态 这下你总该停车了吧 他居然还没有停 看来大部分人被扫车之后 本能的还是想逃跑 这把可谓是爆车狂魔了 前方有空头 自然要过来争抢一下 这边发现麦田有一个人 我们就先把他给扫倒 然后再来看他身边 还有一个倒地的 应该是他队友 可以先把这些人全部给他补杀 麦田这个地方是比较空旷的 一般不确定情况 就不要轻易的下车 更不要轻易的舔包 果然前面马路边的一个斜坡 有人的 那我们就知道位置的情况下 就开车去帮他们了 这边对方是躲在了烟蟹后面 车是直接栽了下去 对方趁我们下车的过程中 已经打到我们了 那我们现在马上进行波反击 侧面也有枪声 正面的已经退了回去 那我们就先把侧面给他解决 队友也是非常给力 那这波又是完美的配合 最终进入决赛圈 对方三头上是有人的 而且我们这边的话是一个圈外 往右边绕着去找一些掩体 慢慢的摸进去 这边发现右边也有枪声 那右边这个方向是我们进圈的位置 有人的话那就只能分个胜负 然后才能进圈 把这个拿AWM打我队友的给解决 现在威胁就少了很多了 在这发现山坡旁边还有一个 对方也是有想救队友的意思 直接带走 那现在场上还剩下两个对手了 如果把队友扶起来 我们就占据了一个人数优势 而且已经来到了圈的边缘 现在接下来的话 优势开始慢慢的往我们这边靠拢了 在这被AWM狙了一枪 现在知道对方是一个狙击 在右手边 对方不敢轻易的下山 那我们这边可以顺着一些小斜坡 慢慢的往前面压进 缩小对方的一个进圈空间 这样的话对方到下个圈就很难受了 还想丢手雷 不过并无伤大雅 右边这个露出来一点 那我们就想直接用M24去狙他 但是狙了之后发现是个透明墙 这边再去用步相补一下 那就非常确定了 是一个透明墙 也要随时盯好左手边 这里发现左边的又开始露出来了 那我们继续的用M24去狙他 还是打不到 突然爆出了一波击杀信息 队友和对手进行了个人头互换 那对方就剩下一个人了 就是这个吉利弗 居然还敢露出来 还就不信息了 再剧一枪直接爆头杀 如果再剧不死 就真的是拿了个烧火棍 OK喜欢视频别忘了关注 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